好,我们现在编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在编穿珠的时候 我们先拿剪好的40厘米的这根线 大家看好了,40厘米的这根线对折 对折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编好的这个鞋头地方 这样竖下来 然后拿着这根轴心线 最中间的这根轴心线看好了 然后把这个对折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上面同样的方法 来打一次鞋转接 看好了啊,这样啊 再来一次 打两个为一组 好了,这样打了一个鞋转接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穿珠 拿着这个轴心线的这个 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线上穿三根珠子 就是这个大红色的这个珠子 从这个洞里面 穿进去 好,一个 好,一个 两个 两个 这个地方有点毛了啊 把它烧一下 烫一下 然后穿进去 看好了 我们三个珠子都穿好了啊 把它拉到这个最顶头的这个地方 拉到最顶头的这个地方啊 拉到最顶头的这个地方啊 拉完了之后把它推紧了 一定要推紧啊 这样推紧,推紧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 这样对折到斜面上面 对折到这个斜面 大家看啊,我们再把它调过来 就成这样的状态,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之后 然后 我们找到这边的中间的这三根线 这边,我看,我们数一下啊 这边总共是2 2,4,6,8,10 13根,13根 然后我们再把它对折过来之后 然后找到中 一开始的这个轴心线 大家看到了吗? 一开始的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跟这个对称的 有一根这个轴心线吗? 把它拉下来,把它两个人 对齐 看好了啊 这样对齐 拉出来,对齐 然后拿着相邻的,两边相邻的各一根线 然后在上面打一个平结 打一个平结啊,这边一定要拉紧了 这个线 这个线 穿珠的这根线拉过来的时候 要跟中间的这根轴心线 一开始的这一两,就是对称的轴心线 然后两个人对齐 然后旁边的两根线 这边跟一根,这边一根,然后在上面打平结啊 打平结怎么打 这个东西我就这边就不细说了 因为我们其他的那个录的视频里面打平结的那个 教的很详细的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拿着左边的这根线压过来 然后右边的这一根线 左边的这个压过来 这个不太好弄 然后右边的这根线从这个地方下面 我放到这个下面 大家看好了啊 这个左边的这根线放到这个下面 放到这个两根线的下面 然后右边的这根线从这个地方穿过来 打一次平结 哎,这个拿到手上真的太不好弄了 好,平结拉紧啊 拉紧,然后再打一次 左边一次,左边一次,右边一次为一组 平结是一样的啊 好,从这边穿过来 听得有点糊涂的话 就仔细听一下啊 然后来回的多清几遍 我这边说的也有点 看完了啊 这两根线是最一开始的最开始的轴心线 然后拿着旁边的两根在上面打平结 就这样拉紧 然后再把这中间的两根线用力拉一下 这个珠子这个地方一定要绷紧了啊 不能松 就这样子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珠子就这样固定到上面来了